大家好,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谈了台湾政府连结度这个话题 也是为台湾点了赞 我是非常看好台湾的发展的 本来今天想聊一聊有关冬奥的话题 因为这届冬奥会上面吐槽点太多了 我们先不说别的 先说来的国家领导人 你就看吧 你看2008年的那张照片 然后再看看今年的这张照片 一目了然 说说外交层面 就是在这个赛场上 也是有很多值得吐槽的地方 我本来想聊一个那个话题 让大家轻松一下 但是今天我又看到一个有关台湾的新闻 我觉得聊那个不如聊这个 聊这个台湾话题 你想想它实际是给华人打气 因为这么多年来 中共散布一种理论 就说华人素质太低 不适合搞民族 还有就是华人传统文化 几千年下来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 不行 等等这种观念 被他们这样灌速多少年以后 很多人觉得 华人可能就是搞不了这个东西 华人可能就是需要有个伟大领袖 但是我们现在看 台湾就搞成了 而且台湾是越来越成功了 昨天是说了台湾这个连接度 那个是政府层面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台湾这个经济成就 2月9号 欧盟通过了晶片法案 在这个法案里头 欧盟充分的肯定了台湾在半导体制作领域里面的这个地位 这个肯定呢 是非常了不得的 这不是说台湾人自己吹自己啊 而是人家欧洲呢 专门出了这样一个法案 在这一块肯定了台湾的地位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报道 然后再做一个讲要的分析 2月9号 欧盟执委会公布欧洲晶片法案 并公开肯定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地位 并深信台湾与欧盟具有广大的合作空间 将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欧盟执委会于2月8日提出欧洲晶片法案的立法提案 及报告等政策文件 其中两处提及台湾 包括目前全球只有台湾与韩国的两家公司 有能力生产最先进的晶片 以及执委会建议未来与美国 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理念相近伙伴 共同探索合作 以确保供应链安全 这个欧洲晶片法案呢 也是继去年9月16日发布 欧盟印太合作战略共同报告 强调与台湾等印太伙伴 强化半导体产业等价值链合作后 再度在官方文件中 明确纳入欧洲期盼与台湾加强相关合作 然后我们再看啊 欧盟执委会所提的欧洲晶片法案 主要探讨增强欧洲的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 竞争力与韧性 预计投入超过4300亿欧元的公共与民间投资 另提供110亿欧元加强现有研究 开发与创新技术 法案后续将由欧洲议会 及欧盟部长理事会 以立法程序审议 通过后将直接在欧盟境内实施 欧盟执委会副主席韦斯泰格 及内部市场执委波勒东 在记者会上均公开肯定 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欧洲使用的晶片约50%在台湾生产 欢迎台积电等全球重要企业到欧洲投资 这是欧盟执委会讲的一些话 然后我们再看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欧江安什么说的 欧江安说 外交部乐见台湾欧盟近来在双边经贸 及投资方面展现强劲的动能 也深信在后疫情时代 台湾与欧盟在半导体等全球供应链重组 产业复苏及强化民主任性上 具有广大的合作空间 欧江安说 台湾政府将在台欧友好关系的监视基础上 持续透过既有对话及合作管道 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 寻求各种深化台欧实质伙伴关系的创新作为 这个就是有关这个法案的报道 就是有欧卫会说的一些话 然后还有这个台湾的欧江安表的态 那么这个新闻报道呢 我们首先能确定这么几点 首先是欧盟肯定了台湾在这个芯片制造方面的能力 这个没啥说的 如果他不能肯定台湾这个能力 他也不会出来这样一个法案 第二个就是欧洲为什么出这个芯片法案呢 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种芯片的战略意义 没有芯片可以说就没有现在的工业 所以说这个芯片供应的安全呀 对欧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想什么叫产业升级 就是在原油的产业上面 又升级了一套芯片系统了 你不拿别的你就拿汽车来比较 以前的汽车是不需要芯片的 因为到了这个时代 他要推广这种智能汽车 那么他就要在以前那个传统汽车上面 加上一套智能化的东西 这套东西就是离不开芯片 所以欧洲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就把这个芯片呀提到了一个战略安全的一个角度考虑 然后第三点呢 这里头呢讲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我以前也没有想到 他说呀 现在欧洲呀 对台湾芯片的依赖度呢 超过了50% 那么这个就很厉害了 可以说台湾给欧洲不供芯片 那么欧洲的这个工业就搞不成了 就是到了这种程度了 可以说欧洲对台湾呀 有大大的依存度 再往大的说呢就是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个欧洲的发展离不开台湾了 你离了台湾这个芯片这一块就成问题 然后第四点呢就能看到啊 这个欧洲呀对台湾是张开了双臂 希望跟台湾合作呢 来解决他们芯片生产的这个瓶颈问题 也许他们都希望台湾的这个企业呀 到欧洲去设厂生产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是不是更容易转化这个技术 提高自己的制造能力 所以我看完这个报道以后呀 我是产生了这样的四个方面的想法 这里头呢他也提到了 就是在高端芯片制造这一块呢 这个台湾跟韩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接着这个话题来讨论一下啊 为什么台湾现在这么重要 甚至让我说啊 在芯片制造领域啊 台湾将来呢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No.1 它会超过韩国跟美国 我来给大家分析这个啊 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现在全世界生产高端芯片的国家呢 就是三个 美国 韩国 台湾 而且呢有三个最主要的企业 英特尔 三星跟台积电 那么我们现在看 他们这三家企业呢 虽然都生产芯片 但是他们有区别的 这个英特尔跟三星呢 他们生产芯片 也对外代工生产芯片 但是呢 他们自己也有芯片品牌 这个是他们所谓的强项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在这个代工领域 你有自己的品牌 也成了你的一个版本 那么别人找你代工的企业 怕不怕你泄露这个技术呢 对不对 这里头又牵扯了一个保密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 三十多年前张忠摩搞这个台积电的时候啊 他的这道理论呢 当时可能看着的没那么先进 但是你现在看看啊 他是很先进的 就是我专注于把生产这块做好 我就是搞代工 我自己并不推出我自己的品牌 按道理来说 这个台积电推出自己的一个芯片 很容易嘛 对不对 本来就是他在造 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 他是挣着代工这部分的钱 而且他的量越来越大呢 他的这个生产成本也就越来越低 他的优势又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但是他制定的这个战略呢 到现在呢显示出他的这个优势来了 我们来看在全世界范围内呢 这个芯片的设计 这个已经不难了 谁都知道这个芯片怎么设计 但是设计出来怎么生产 这个现在是很难的一个问题 首先光刻机只有荷兰那家可以造 造出光刻机以后 咱们把这个芯片造出来 那么现在来看台积电是把这块做的最好的 就相当于台积电呀 这几十年啊 在台湾呢就打造出这样的一支团队 这些人常年合作呢 人家就搞这个东西就非常的默契 拿到这样的机器 拿到这样的图纸 人家就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而且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就是他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我们从这个芯片制造 这个分工来看啊 设计跟这个制造是分开的 那么你再去想 这个台积电他没有自己的芯片品牌 是不是第三方企业更愿意跟台积电合作 而不愿意去跟三星或者英特尔合作 我们打个比方 现在出了一款西瓜牌手机 它的功能比苹果还好 对不对 他要出一个西瓜牌芯片 那么他把这个芯片交给三星做 放心的还是交给台积电放心 大家去想一想 因为三星你不光出芯片 你还出三星手机呀 对不对 我把我这个西瓜芯片让你做的同时 你有没有可能把我这个芯片抄袭了 然后用到你的三星手机上呢 这个就要打问号了呀 但是把这个东西交给台积电去做呢 那你尽管放心 因为台积电在这个方面呀 也没有这个战略规划 自己呢也没有这个野心 同时这么多年呢 台积电的这个商业道德呢 也被世界所肯定 就是它的保密性 我前期在节目里头说过嘛 俄罗斯军工的高端芯片 也是让台积电代工的 他为什么让台积电代工呢 他为什么不让美国代工呢 大家去想 因为美国跟他有竞争关系嘛 他让三星做 他也不放心嘛 他选来选去 这三家里头 还是台积电最放心嘛 因为台积电的这个名声给打出去了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我觉得值得拿出来说一下 假如说我妈欧盟说的 台湾芯片现在已经占到 欧盟的这个50%以上的份额 那么在这个台湾之外呢 我想台积电的份额呀 也不会低 所以现在台积电是站到了食物链的顶端 那么这个时候呀 我一再叮铃啊 台湾千万不敢骄傲啊 这就是人家说 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那么这个时候 更要小心谨慎 你既然到了这个顶端 也都是别人超越了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 台湾要更好的 呵护好自己的这个产业 假如说这个优势再保持个几十年啊 那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啊 那真是不得了 另外呢 台湾这样越发展 实际台湾越安全嘛 那你大陆想在台韩调起一点问题 那这个全世界的国家都不愿意呀 对不对 你一旦把台湾搞乱了 这个全世界不都停摆了吗 这么多国家能跟你中共善罢干凶吗 所以我就说呀 台湾你就专注做好自己 你到了一定程度 自然就有一些好朋友来跟你交往了 以前金元外交那些国家 他想投共就让他去投共去 台湾要换一批真正的朋友 然后国际地位鼓固 然后呢 在区域的这种安全呢 也更有保障 所以我一直挺台湾啊 很多大陆里面的观众 有点不理解 我的意思就是 台湾就是一个范本嘛 以前在中共的内容教育下 很多中国人是自己看低了自己 觉得中国人干不成什么事情 但是你看看台湾 你只要给他一个好的制度 华人一样可以把这个事情干好嘛 有啥干不好的嘛 对不对 就是在八九年之前 台湾也是威权统治嘛 然后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民主化进程 现在不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了吗 所以挺台湾是有必要的 台湾越好 中共越着急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阿姨 阿姨 满路 感谢观看